它有蓝色 哇 你看它这个 还有里面的 这个好看 新北市议员张维茜 新北市社会局长张景丽等人 拿起漂亮可爱的小铜鞋 惊呼声连连 只夸好漂亮 这些精致的铜鞋 来自中和在地制鞋业者的善心 透过张维茜议员梅壳 捐赠出500双铜鞋 到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送给有需要的弱势学童 这鞋子通常都不会是新鞋 通常都是别人 邻居好朋友留下来的鞋子来穿 或者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可能没办法去百货公司 可能去菜市场买一些 比较连加一点的鞋子来穿 那其实好的鞋子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若是家庭的孩子 通常是没有办法到百货公司 去选一双精美的鞋子 尤其像我们这个天鹅同学 这么高级的舞台 但是比较难以 拓手可得的一个品牌 那其实圣诞节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希望可以藉由这次这些活动 来给若是家庭的孩子 一个圣诞礼物 那希望他可以选一张 他很喜欢这鞋子 把这份爱继续传承下去 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 对若是孩童来说可能是奢求 张维倩强调质感好的鞋子 不仅让孩童穿得舒适 也能够在他们换鞋后 把这份爱给另外一个孩子 业者表示他们是综合的在地业者 强调台湾制造跟留台湾 我们公司都是台湾制造 因为台湾其实几十年前 其实是自血黄狗 希望我们政府在支持台湾制造 去重视台湾的商品 台湾的鞋子 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专队 还有百货公司 还有大卖场大部分的鞋子都是外来的 台湾现在真正要做鞋子的 其实AiS 那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国后 我相信每个孩童 接受这样的一个圣诞的礼物 一定会过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 这个寒冷受的温暖的心理 捐赠仪式选在厂商在地的 中和区公所大厅进行 而捐赠出的铜鞋 也会优先分配给中和区的弱势学童 用一双好鞋送给他们 今年最好的圣诞礼物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